各位朋友好,我是郑框宇 每天都希望用一些小事情来激励你 前几天有一个年轻朋友写信问我说 框宇,我应该去考公务员 未来当一个公务员吗? 各位,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我的中心思想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一定要成为一个公务员 进入公务系统才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话呢 那么你一定要去当公务员 可是,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我考上公务员之后呢 代表以后有非常平稳的职场 可以每天磕瓜子儿啊 看报啊,轻轻松松过日子 那我告诉你,绝对不可以去当公务员 军、公、教、都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爽 这种爽日子轮不到你了 再来呢,除了机关的工作加重之外 你不再有以前的退休金 而且呢,老的还有可能把他所有的工作量推给你这个新的做 更重要的是,国家不会再给你那个终身保障值了 你可能都是一年一年的合约 而且进了公务体系之后 你会感受到有非常非常多行政的数目 是你感觉每天都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的 于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你绝对不要 为了安稳,或者为了大学的有保障 你就进入所谓公务员的系统 但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跟我一样 从小呢,就在一个类似像军工家的家庭长大 特别是我自己呢,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的父亲呢,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本来他创业,创业前几年呢,非常好 我感觉自己家里,这个生活有的挺不错的 突然呢,他就破产了 因为投资人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进去他的事业 那个时候呢,他整个事业失败的时候 是我妈妈这一个高中老师 因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薪水进来 所以我们家才不至于在经济上瓦解 整个家庭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所以从小对我来说,就一个很强烈的观念 我未来不管做什么 我一定要拉一个军工教当我的垫底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过去几年呢 虽然好像在大学教书啊 在东吴华语教学中心当副主任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军工教的教职 但实际上我另外还去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可是我一定要一个军工教当我的垫底 我才敢努力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了 如果我为了这个军工教稳定的薪水 我另外真正的梦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所以呢,我知道你可能像当年的我一样 还是在心理上,在经济上觉得要有一个安稳 好,那么你可以试着去考一考军工教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爽了 那么你去考上军工教之后呢 一定要藉由你下班的时间好好去冲刺你自己的梦想 那么你一定会遇到一个临界点就是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你的梦想能够带给你经济上的稳定 收益、名声已经远远大过你原本想要的这个安稳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像当时的我一样 把这个安稳去掉 奔向你自己真正的梦想还有未来 我先回来 这个完整的梦想是